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那间公司的营收 所以现在是7月快要10号嘛 就7月2号 那即将要公布的就是6月营收 那其实公布营收的时候 常常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可以看到有些营收公布很好 就成长100% 成长200% 股价就喷出去了 那其实你公司成长100% 200% 有没有一些事情可以预先知道 有 其实是有的 那比如说什么 你6月如果成长100%的话 那你5月照理说应该就会不错 4月也可能不错 就是你前面就已经不错了 那后面我们可想而知 会更好 就会更好 因为它就在拉货了嘛 所以最好操作的10天是什么 就是在我们月初这个黄金时段 所以我们在那个Telegram 也一直发出讯息 告诉大家加班行情已经陆续在启动 Sandy你喜欢加班吗 我不喜欢 我觉得好累喔 但我个人喜欢加班 为什么 我喜欢的不是自己加班 我喜欢是别人在加班 大家都知道很多员工在加班 因为看起来很辛苦 那就是我们的机会 公司就会 所以我有一招就是股市闲聊法 就是跟各行各业的员工 去跟他聊天说 你最近公司怎么样啊 你有没有在加班啊 因为他们其实对自己的公司 那个产业状况 可能自己都不是很了解 但是如果他在加班 你就可以知道 敏感度就要来了 这家公司可能不错 所以接下来我们来看一档 金硕六四九一 这是我前两个礼拜前吧 六月中的时候 上节目的时候 特别跟大家提到了 金硕这样的股票 为什么 因为我每次 我有一个朋友在金硕里面工作 他一直加班 六月的时候 约他出来吃饭 然后说没空啊 就是最近公司很忙 再加班 诶 怪怪的 如果你是一个投资人 你就要有这个敏锐度 关键字 他到底在加什么班 那我们去看一下金硕的营收 金硕营收其实还没大幅度成长 机会来了 他再加班 跟营收还没大幅度成长 代表什么 有可能认列在什么 下个月或是下下个月 那金硕这档股票 就是做隐形眼镜代工的 那我有去发现 金硕它也是做隐形眼镜代工 有什么嬌升啊 大家都知道的 那发现一件事情 金硕的营收下降非常多 那代表什么 金硕的单有可能被金硕抢走 这都是我预测 但是我可以跟大家说一件事 金硕的我朋友确实是加班 加得非常辛苦 我们也特别提到就是 他五月单月就赚了0.72块 大家可以看到 那时候股价还在180左右 今天已经快接近涨停 涨到208块了 有可能下节目之后 他就涨停了 那我们简讯也放在下面 我们是实际上有买进 所以加班行情不要错过 那什么是第二档加班行情 光环 光环老朋友了 光环我们讲几次 其实我们一路上一直在讲 之前是不是有 就是我们在34块35块的时候 低档的时候 陆续叫大家买进 那后来其实发生一个小差距 就是它涨到44块之后 掉下来 杀回来 很多朋友紧张把它卖掉 那我只跟大家说一句话 不用担心 然后还特别把我发给会员的报告 再发一次给大家 说什么 光环7月好 8月好 9月好 明年更好 请问它平常股价就在35块 现在还在30几块 你有什么不敢买进的吗 你因为出一个什么 可能技术K线形态 出一个长黑 长上线 你就很害怕把它卖掉 其实这都是 其实你害怕是有原因的 因为看到别人在卖股票 是别人造什么消息 人家都在跑了 所以你只有一个方法 能够避免这种情况是什么 你真的要去了解公司 了解公司的产品 了解公司的营运 因为我们已经跑过很多次了 那个Final我们也很熟 所以我们知道后面营运会很好 那其实这也不是什么内线消息 你打电话去问Final 他都会跟你说下半年的营运状况 我们看一下光环 这是我们之前影片提到的 就光环最后面 现在已经创下波段新高了 距离我们当初买进的涨幅 已经来到33% 34%了 所以大家就是我们近代下半年 还会有利多发生 那接下来呢 接下来因为刚刚都讲涨过了 现在讲还没涨 大家都知道 就是武汉疫情的情况下 面板很差 面板超级差 为什么你都没钱了 你还会去换电视换手机 所以电视面板的销量 其实在武汉疫情的时候 就四五月的时候都大抵 我虽然当初是想说 可能武汉疫情大家都在看电视 没有这出国的想法 其实面板那种消费性产品 消费性电子大幅下滑的 所以大家都不敢进货 就觉得面板会卖不出去 但是解封 是解封了 其实欧美解封之后 大家就我想换个好一点电视 因为现在都4K 8K 我们想换4K 想换8K 想换机上盒 大家留意一下 面板的报价 已经反转向上了 所以我们这边要特别留意一档股票 叫做明基财 它是做偏光版的 那大家都知道LG因为 那个面板很近 它已经退出了 那偏光版市场 明基财就很有机会啊 那其实下一档面板股 我要跟大家介绍一下 是6568的宏观 它做什么呢 它是说电视机里面有个调携晶片 那什么意思就是 你是不是有个机上盒 要去对联那个电视 那我跟大家说 如果你要换4K换8K电视 那里面的那个晶片就是最重要 就是你要转换那个讯号 你不能机上盒有4K 你电视没有8K 你电视没有4K 就要换不了 它换不了 所以未来奥运是不是 冬奥明年即将进行 就是4K 8K电视都会大幅起来 加上现在的大尺寸面板 也在报价在回升 那代表什么大家现在在开始买面板 所以之前库存很低的 像这种股票 我们就要特别注意 那宏观我认为非常有机会 大家可以看一下它过去是涨到200块 210块 这种高价位阶 现在它还算是 我认真说啦 它还算是一个底部 还没起涨的股票 所以大家要特别去留意 因为它的技术门槛非常高 全球只有两家公司 能做这个调解晶片 一家是Sony 一家就是宏观 那宏观基本上是出货给LG 那这个我们不讲太多 因为大家知道日韩有余量情节 什么日本不用韩国东西 韩国不用日本东西 所以宏观在中间的角力 就可以吃分一杯羹 所以大家一定要特别留意 这档股票 好 那再来 接下来 这张图是什么 彩彩 彩彩 他手上拿什么 彩彩做运动 对 健身 因为我们健身 我们之前讲过的 那个健身行情嘛 就是解封行情 欧美的人现在变很胖啊 要干嘛 开始运动 开始减肥 所以与你同行这一档股票 也正在发动 我们从前天影片有讲 昨天影片有讲 Telegram也有讲 今天已经也快 接定涨停的位置了 所以大家一定不要错过 Telegram的讯息 我们都会发一些产业讯息在里面 那影片也记得要看啊 是 大家如果要收到最新的 最快财经消息 一定要加入 Jung的Line Ads和Telegram 财经及时通 我们下次见 拜拜